成为部门主管的女友对我百般刁难 不惜逾越职位也要把我开除 为了庆祝女友升职 我特意叫上了朋友们为她准备惊喜 然而在家等候女友归来的我们 确实听到了她的抱怨 我现在都已经是部门主管了 她还配得上我吗 分手那是必然的 等我找个借口闹个矛盾不就可以把她甩开了 柳如烟打电话的声音在楼道回荡 透过虚掩着的门传入房间 屋子里热烈的气氛一下子清冷下来 受邀的朋友们有些不知所措的看着我 柳如烟推门而入 表情有些不自然 黄一轩你在搞什么鬼 怎么往家里叫了那么多人 她的语气中有气氛 有难堪 唯独听不出来有任何愧疚 我不敢去看她 如烟 我知道你升职主管了 所以才喊他们来给你庆祝 知道了知道了 不过我今天累了 庆祝什么的还是等下次吧 柳如烟不耐烦的冲我白手 紧接着眼神凝在我的朋友们身上 没错 柳如烟是要把特意过来为她庆祝的朋友们赶走 对此朋友们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出门前他们看向我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同情 记得把家里收拾好没有任何的解释 柳如烟在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静止走进了房间 我已经记不起来这是第几次了 好像自从柳如烟打算考验之后 她就越来越忙 我们每次的对话也仅限于她表达清楚意思为止 这些平时被我所忽略的细节 好似在听到柳如烟的那通电话内容之后被无限放大 柳如烟打算跟我分手了 或许她早就有这想法了 但我却一直到现在才注意到 我默默把房间收拾干净 为柳如烟精心准备的惊喜 无一例外被我扔进了垃圾桶 做完这一切 我并没有去喊柳如烟 而是坐在沙发上回想着与她的点滴 我和柳如烟从毕业到现在 整整七年时间 也算是从学校一起走到职场 在这期间我们一起哭过笑过 但感情上面从没出过问题 毕业之后我们入职了同一家公司 而且分到了同一个部门 因为部门主管的位置空缺出来 工作能力出色的我和柳如烟被列为了候选人 对此我并没有去想太多 认为我们两人谁去当主管都无所谓 索性就放弃了竞选 然而柳如烟在升职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打算与我分手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 柳如烟从房间出来了 她熟练地坐到我身旁 一轩刚刚对不起 我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才没控制好情绪 扇一巴掌再给磕糖 这是柳如烟惯用的手段 也是她能被提名候选人的原因之一 要是放在以前的话 这一套下来 我已经老老实实地反过来安慰她了 心中并无波澜 如烟 你刚刚电话里提到的是真的吗 柳如烟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 一下子从我身边坐开 她怒视着我 黄一轩你不要听风事语好吧 我那只是在跟朋友开玩笑而已 连着你也要当真 看着柳如烟极力解释的模样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 见我没有反应 柳如烟的声音一下子又软了下来 一轩 我们好几年的感情了 难道还经不起一句玩笑话吗 见到她这幅模样 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如烟 我们在一起好几年是没错 但你真的有想过要跟我过一辈子吗 在你眼里 除了名利以外 真的还有我的位置吗 柳如烟愣了一下 紧接着脸色急剧的冷了下来 黄一轩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那只是一个玩笑 你听不懂吗 还是说 因为一个玩笑 你就想要结束我们这好几年的感情 此时柳如烟面上满是愤恨 但并看不出有丝毫不舍 可能连柳如烟自己都没注意到 即便是一副吵架的模样 她的嘴角确实止不住的上扬 我吹眸不去看她 你说的没错 我们结束了 如烟我们分手吧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柳如烟一下子站了起来 她伸手指着我 好好好 黄一轩你非要这样是吧 那就如你所说 我们分手 当然我也不白费你这么多年的照顾 这个家里除了我的私人物品以外 我一件都不带走 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柳如烟赌气式的冲回房间收拾起行李来 看着她不断忙碌的身影 我只得默默苦笑 柳如烟向来如此 面对想要的东西 她从不会主动去提出来 而是通过激起矛盾去实现她 她是那么聪明 总是能掐到我的软肋来迫使我低头 让我心甘情愿把过错都揽到身上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柳如烟拉着行李走到门口 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 她把目光放到我的身上 黄一轩 你真不打算劝一下我吗 没准只要你开口我就留下呢 柳主管你能这么快把东西收拾出来 显然是早有打算 既然如此 那又何必在这最后时刻还要多此一举呢 我抬眸看向柳如烟 语气平静至极 并没有因为她即将离开而产生波澜 柳如烟狠狠弯了我一眼 黄一轩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别哭着求我复合 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柳如烟头也不回地摔门离去 看着柳如烟的背影 我心中复杂不已 不甘 轻松还是别的什么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离开的当晚 柳如烟就更新了朋友圈 成功升职 是时候和过去说再见了配图 粗略瞥了一眼并没有停留太久 我不知道她发这个朋友圈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没心思去考究 第二天我请假了 一是暂时不想看到柳如烟 其次就是趁着假期的几天时间 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然而出乎我预料的是 我竟被提出了工作群 会被柳如烟针对我并不意外 但这样直接越级把我开除属实 是让我始料未及 不过按照柳如烟的性子 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倒也不奇怪 她是绝不会容许已经和她闹掰了的 我继续留在公司的 我知道这是柳如烟向我甩出的一巴掌 也是她逼迫我向她低头的手段 果然 就在消息下来的几分钟之后 柳如烟的消息如期而至 实在不好意思 你的位置已经有人替代了 为了节省公司成本 我也只能把你换下去了 当然 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只要你说句话 我倒也不是不能帮你一把 只不过指一次 我并不打算接受她给的糖 看着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我甚至提不起回复的心思 我知道她这是想要羞辱我 但我并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 简单的拉黑删除 我直接将手机丢到一边 往床上一躺 不得不说 不用上班 也不用顾及柳如烟的生活 确实舒服 我这一觉整整睡到了大中午 打开手机 微信上满屏的红点 看到我头皮发麻 其中不仅有同事的问候 甚至就连部门经理的电话 都打到了我这里 粗略看了一眼 大概的意思就是 让我别跟柳如烟计较 打算把我给请回去 然而我这好不容易才离职 又怎么可能会轻易回去呢 要知道我在部门里虽然没什么使权 但也身兼数值 大半个部门的营收 可都是跟我绑在一块的 这些人尽皆知的事情 想来也就只有我的那位前女友 不知道吧 我并没有理会这些消息 而是分别给那天到场 庆祝柳如烟生殖的朋友们 发去消息 今晚家里小聚 庆祝我终于被开除 不用再继续当牛做马的生活 消息刚一发出去 大串庆祝的表情包 便沾满了我的屏幕 晚上 朋友们如期而至 带菜的带菜 带酒的带酒 热闹程度比庆祝柳如烟生殖 都还要有过之 无不及 他们也不客气 完全把这当做自己家 几个人很快就准备好了一顿火锅 酒过三巡 死党邓奇向我举杯 一轩真不是我说 你早该跟柳如烟分手了 你一直庇护着他 反倒让他看不清自己的本事了 邓奇这话一出 立马得到了其余几人的附和 我和柳如烟的相处 他们自然是清楚的 大碍于柳如烟是我对象 所以一直没有提出来 面对他们的调侃 我只是尴尬地笑着 并没有计划 就在我们开怀畅饮的时候 屋子的门被敲响 这他妈的谁啊 有病是吧 这时候跑来敲门 被扫了信的邓奇 骂骂骂咧骂起身开门 但开门之后 他却是愣住了 一轩 找你的 你自己过来处理吧 听到这话 我一惑起身 走到门口我才发现 来人居然是柳如烟 黄一轩你可以啊 刚分手没几天就这么搞上了 小日子过得够潇洒 柳如烟往里瞥了一眼 就连眉头都紧皱了起来 我自然能够听得出 他话语里的讥讽 但我真正关注的 还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柳主管说笑了 我一个午夜游民 除了找点朋友玩 还能做什么啊 毕竟我可不像柳主管 日理万机 事情多到忙不过来 而且我记得柳主管 你的东西 应该都已经带走了吧 现在回来做什么 柳如烟脸色 顿时阴沉了下来 黄一轩 我来找你什么事情 你自己清楚 要是识相的话 最好赶紧回去 呵 还是那么高高在上的语气吗 不愧是柳如烟 我对着他摇头 我都已经被开除了 短期内也没有 要找工作的想法 如果柳主管要说的 只是这个的话 还请你不要打扰我们吃饭 随着我这话落下 屋内几个朋友 适时发出一阵呼声 柳如烟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 好好好 你别以为少了你部门 就运转步了 那么大的公司 我就不幸 找不到一个能顶替你的人 留下这样一句话之后 柳如烟气鼓鼓地转身离开 在那之后 柳如烟果然没有再来找我 据说是公司的高层 花高兴聘请来了新人 来顶替我的岗位 这才把事情给压下去 然而我的安生日子 并没能过上多久 前公司的部门经理叶晨 就带着柳如烟找上了我 一轩 你看要不考虑一下 回来工作 我代表部门全体员工 欢迎你叶晨的姿态放得极低 与身旁依旧指高气昂的柳如烟 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含笑看着二人 叶经理瞧你这话说的 我可是听说公司花高价 找了人来顶替我 叶晨面露尴尬 一轩你说笑了 那些人的工作能力 怎么能比得过你啊 坚持不了两天就跑了 真要说工作能力的话 一轩你指定 要甩他们几条街的 叶晨说这话的时候 不自觉瞥了眼身旁的柳如烟 此时的叶晨 已经算是马屁拍进 他的目的我也是很清楚 但我并不打算就这样罢休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 叶经理啊 你也知道我这已经被开除了 现在要是贸然回去的话 难免会被说闲话啊 我怕是要被刁难死啊 听到这话的时候 柳如烟的脸色有些不自然 场中的都是明白人 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叶晨开始疯狂 向柳如烟使眼色 我则是看着他们表演 在叶晨一阵近乎哀求的 眼神暗示下 柳如烟终于愿意低头 黄亦轩 只要你愿意回来 我保证不会为难你 在工作上我也会配合你 柳如烟脸色有些阴沉 在这话说完之后 柳如烟直接别过头去 不再看我 我不满地看了一眼 面色难看的叶晨 忍不住冷笑出声 叶晨经理 这就是你们请人的态度吗 就这不情不愿的架势 貌似有些人并不想看到 我回去公司啊 一薰你这说什么呢 哪会有人不希望你回去啊 如烟你说说看 是不是大家都希望 一薰能够复职 带着部门继续发展下去 说话同时 叶晨不断用手去推柳如烟 希望他能向我低头 然而即便是在叶晨的暗示下 柳如烟依旧是没有要向我低头的意思 反倒是引爆了他的情绪 黄一轩你少在这得寸进尺了 我能过来跟你说话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你最好不要给脸不要脸 跟我白仆子 黄一轩你有这个资格吗 我没资格的话 柳主管你又何必为了一个 被你开除的家伙专程跑一趟 既然你这么不希望我回去 那正好我还不想到公司上班 当牛坐马呢 说完我没有再去看他们 就在我转身进屋 准备关门的时候 一只大手扶在了门上 叶经理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我是想要回去帮忙的 但某些人就这态度 我怎么敢回去啊 挡着门的叶晨罕见的黑了脸 他怒视着柳如烟 终于忍不住呵斥起来 柳如烟你自己犯的错 本就应该你来承担 我今天陪你过来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我的话就放在这 今天你要是请不动黄一轩回去工作 那你的工作 也别想要把叶晨气冲冲的离开了 将满脸错愕的柳如烟 留在了我家门口 兴许是叶晨的威吓起了作用 从来没有像我低过头的柳如烟 虽然面色难看 但为了保住工作 他还是恭恭敬敬朝我聚了一躬 一轩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求你原谅我这一次 回去公司上班吧 此时的柳如烟语气弱了下来 就连姿态也放得极低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 而是想要保住他自己的工作 你早这样不就好了 那还至于把人家叶晨经理气走 你的道歉我勉为气难地接受了 希望你能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我没有再去看柳如烟那杀人般的目光 直接把门给关上 回归公司的第一天 柳如烟果然没有来为难我 一整天下来 我甚至连他人都没能看到 向熟知的同事老王打听 才知道他已经被调离了这个部门 当上了某位经理的秘书 对此我并不觉得意外 以柳如烟的手段和野心 不往上爬的话才会奇怪吧 也只有这样 柳如烟在犯错之后 没有被开除才能解释得通 老王有些感慨 一轩你能回来真是了不起 该说不说还是你有本事啊 我淡淡一笑 这也只能说是柳如烟他太心急了 工作都没弄明白 为了泄气居然就把我给开除了 对此老王也是深表赞同 下班之后 老王敲摸把我拉到角落 一轩我跟你说点事情 你可千万别外传说这话的时候 老王还有些神色紧张地 往周围看了一圈 我只是听说哈 柳如烟他的那位经理好上网 所以你被开除的事情 才能被压下来 而且你跟柳如烟有过节 他现在又是那位经理的人 你刚回来还是要多注意比较好 虽然早有猜测 但真从老王的嘴里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柳如烟想要做出大事业 我是知道的 但我确实是没想到他能这么疯狂 为了上位 柳渊奉献肉身 我忍不住紧拧着眉 看来我对他的了解还是太少了 老王多谢你的消息了 我会多注意的短暂的交谈之后 我打算起身离开 不曾想刚站起身 就看到了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柳如烟 此时他看我的眼神仿佛能杀人 但我并不怕他 直接迎着他的目光对视上去 这不是张经理秘书吗 怎么有空到我们这种小部门来巡查了 柳如烟的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 很快又转移到了身旁的老王身上 他并没有说话 冷哼一声之后扭头离开 我和老王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 然而第二天就传来老王被开除的消息 这消息一出 我所在的部门轰动了 要知道老王可是部门的老员工的 就算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 这样的人被开除 要说没有黑幕那都是假的 一时之间我成为了部门员工疏远的对象 哪怕是部门经理叶晨 也只敢在电脑上给我安排工作 整个部门都开始人心惶惶 生怕下一个被开的就是他们 我知道在这都是柳如烟 为了针对我特意杀鸡儆猴 我向叶晨请了一天假 约了柳如烟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碰面 他答应的倒是爽快 但距离约定时间过去接近一小时 柳如烟依旧没有出现 正当我打算离开的时候 他这才姗姗来迟 此时的柳如烟小脸微红 呼吸急促 与他同居那么些年 我冷冷的看着柳如烟 柳秘书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赴约 我真是荣幸之急啊 他缓了一会儿 看下我的眼神变得玩味 嘴角更是不自觉的勾起 黄一轩你现在是不是快要愧疚到死了 只是因为跟你走得近一点就被开除 老王也真是有够可怜的 我怒视着柳如烟 你到底想怎么样 把老王开了对你 公司什么好处 见到我这模样 柳如烟嘴角笑意开始不断扩大 我想怎么样 当然是让你自离了 你不会真以为我的脸是白让你打了吧 只要你黄一轩还待在公司一天 你在的部门就会有人因为你被开除 哪怕是叶晨也不例外 柳如烟的声音中带着癫狂 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讥讽 我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低下了头 好一会儿之后 我才妄想坐在对面的柳如烟 是不是只要我离开 你就不会再对部门的人动手 没错 只要你离开 我不仅不会对部门的人动手 就连老王我都能给请回来 说完柳如烟玩味的看着我 静静等待着我的答案 看着他这得意的嘴脸 我实在是不敢想象居然跟他一起住了那么久 这场谈话最终还是以我的妥协收场 我自认为不是什么好管闲事的人 但我也做不到像柳如烟那样 为了达成目的而去祸害别人 碰面之后的第二天 我就给叶晨投去了离职申请书 流程畅通无阻 仅是一上午的时间 我的离职申请就通过了 抱着自己的文件离开 部门的人纷纷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工作势而复得的老王更是上前抱住了我 一轩实在是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所以才 老王我不怪你们 只怪我自己一直到最后都没能看清柳如烟 我打断老王还没说完的话 对着他摇了摇头 走出办公室 柳如烟正含笑等着我 黄一轩一路走好 希望你到下一个公司 不会再得罪人看得出来 他是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但我此时已经无心理会他 淡淡看了他一眼 我也送你一句话 做人还是不要太嚣张 小心阴沟翻暗船 我知道 像柳如烟这样滥用职权 别说是他自己 哪怕是他背后的人 最后也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仅是两天的时间 老王的电话就打到了我这里来 一轩我跟你说个天大的好消息 总公司下来人视察 柳如烟他被开除了 不只是柳如烟 就连他背后的那位杨总 也被列入调查对象 现在估计是自身难保了 老王的语气很激动 既像是大仇得报的痛快 又像是为我高兴的喜悦 然而好消息并不止于此 在当天的晚上 我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不仅要把我招揽回去 甚至还给出了升职加薪的条件 对此我自然是很乐意的 当即就答应下来 本以为事情能就此告一段落 但柳如烟再次找到了我 周末 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把我吵醒 我揉着心松睡眼开门 看清门外的人之后 我一下子精神起来 我冷眼看着门外的人 柳如烟 你到这来做什么 我们之间应该已经没关系了吧 柳如烟满脸委屈的就要往屋里走 但我拦住了他 有什么话在这说就行 进屋就没必要了柳如烟可怜兮兮的看着我 一轩我知道错了 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现在工作丢了 同行业的公司也不愿意收我 除了找你以外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只要你能答应 我什么都愿意做的 此时的柳如烟 已经没有了之前那副嚣张跋扈的模样 可怜 委屈反倒成了他现在的标签 若是放在以前的话 柳如烟做出这般模样 我肯定已经心软放他进屋了 但经历了那么多之后 别说我对他已经没感觉了 就算是还喜欢他 也绝不可能会同意 柳如烟感觉到我的态度 脸色变了一下 但很快又露出那副可怜模样 他挽着我的手 一轩我也只是一时被迷惑了 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任何复合的可能了吗 再怎么说我们也有那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就忍心看我这样吗 现在你只要点个头 我们马上就能像以前那样如胶似漆 你不能这么对我柳如烟的声调高了起来 面上表情也随之变得猙獰 能够理直气壮求人的 除了柳如烟之外 我真想不到还能有谁了 然而不论是他说什么 我都只是冷眼看着 把他拦在门前不让踏入半步 我把门掩回几分 如果你要说的只是这些的话 那我想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正当我打算把门关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伸手卡在了门框上 即便是被夹的法子 他也没有松手 我有些无奈的放弃了关门的打算 柳如烟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才对 虽然知道柳如烟这是在用苦肉剂 但真要死皮赖脸的话 我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 出乎我意料的是 柳如烟居然趁着我放松的空档 直接搂上了我的腰 我把他往外推 但此时柳如烟浑身 好像又使不完的力气那般 任由着我怎么推都不松开分好 好似他就长在了我身上 眼见实在没办法 我索性放弃 我叹了口气 松手吧 我让你进来就是了 就算是我这么说了 柳如烟依旧没有松手 直到进屋 他才如是重负般长舒了一口气 一轩 你这是答应复合了吗 我就知道一轩你是不会忍心 看我难过的柳如烟的语气 一下子软了下来 甚至就连眼里都泛起了希望的光 我拉开他扯着我的手 柳如烟你别搞错了 我让你进来 只是因为你站在门口会影响到别人 而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你 如果你还是这样纠缠不清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不顾往日情念 叫保安把你赶走了听到我这话 柳如烟面露不可知情之色 黄一轩你在说什么 你要让保安赶我走 你确定你没有说错 难道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黄一轩你因为这点小事就放弃了吗 抛开事实不谈 难道所有的错都是因为我吗 你就没有点一错吗 听着柳如烟这胡搅蛮缠般的逆天言论 我已经没有再搭理他的想法了 我指着房间的门 柳如烟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但柳如烟并没有任何想要离开的动作 只是忧愿地看着我 突然间柳如烟向我靠近 眼神中带着几分狠力 黄一轩 这是你逼我的 好说歹说你也不听 那我只能这样做了 柳如烟一边这样歇斯底里地喊着 一边开始撕扯他自己身上的衣服 不惜自毁清白 就算是把名声搞臭也要赖上我嘛 发掘柳如烟的意图之后 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我并不是担心柳如烟这样做所会带来的影响 而是感叹他为了达到目的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或许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只不过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看透而已 我拿出手机给小区安保处打去电话 顺带着报了警 然而柳如烟看到了也没有阻阻止 他想要的就是把事情闹大 越多人越好 只有这样 他才能顺理成章把问题甩到我身上 才有继续赖在我身边的理由 柳如烟虽然手段肮脏 但还是有理智的 拖到只剩那一哭的时候 他挺少了 他也不过大片雪白肌肤暴露在空气中 只是挑衅般地看着我 等着我先服软 如果柳如烟还是我对象的话 我是绝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但现在的柳如烟在我眼里 只不过是一个熟悉一点的陌生人 无论他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哪怕是全脱光走到大街上 先到场的是小区的保安 他们一进门 背着香烟的一幕给吸引了眼球 愣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回想起来自己的本职工作 因为我当时和柳如烟的事情闹得很大 他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边咽着口水 一边尝试着把柳如烟往外弹 然而柳如烟是铁了心往我身上赖 保安们也不敢真上手去赶他 一时间场面陷入了僵局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警察到场 柳如烟这才一改趾高气昂模样 开始伪装成情侣吵架的模样 他这般楚楚可怜的样子 再加上刚刚被门夹死了的手 然后是民警们也差点被他糊弄过去 索性两名到场的安保给我作证 证明柳如烟跟我没有关系 这才没让柳如烟门混过去 最终柳如烟被判私闯民宅罪 被扣到警察局居一半个月 看着被带走的柳如烟 我长舒了一口气 直至最后一刻 柳如烟都没想到我真的会把他送进去 我至今仍旧记得那天被带走的时候 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中的绝望 以及他那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想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了 我不会再对他心软 也不会再对他手下留情 以至于他被放出来之后再没来找过我 于柳如烟的事情就像是一场梦 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他就像是我梦中的角色 只在我生活中留下了一笔 全文完